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这是个问题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夜半钟声道客船 我却在寻找遗失的睡眠 二月光下 我与影子赛跑 谁先触及梦境的边缘 三爱情 如同遥远星辰 我能许愿却无法触及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夜半钟声道客船 我却在寻找遗失的睡眠 好的 让我们来探讨这句诗意的语句 夜半钟声道客船 我却在寻找遗失的睡眠 首先 这句话立刻勾勒出一幅画面 一位旅人在夜深人近时分 乘坐驻客船 四周是宁静的水面 唯有远处的钟声在空气中悠悠传来 这钟声可能来自于岸边的寺庙 或者是小镇的教堂 他们在夜里担任驻石舰的守护者 以钟声提醒世人时光的流逝 然而 这位旅人却无法沉浸在这份宁静之中 因为他正为了一件急迫的事情 而焦虑 寻找遗失的睡眠 这里的遗失的睡眠 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失眠 它还隐喻住旅人心中的不安与思绪的纷扰 也许是对未来的忧虑 也许是对过去的追忆 又或者是对当下的不确定感 这些情绪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无形的重担 压得旅人无法黯然入睡 这里的幽默之处 在于对比的巧妙运用 想象一下 当整个世界都沉浸在梦乡时 我们的主角却在月光下 像是一位失落的侦探 四处搜寻住那逃逸的睡眠 他可能在床上翻来覆去 试图找到一个舒适的姿势 或者是轻轻地疏住船外的星星 希望能用这种优质的方法 哄骗自己进入梦乡 这种情景既有些滑稽 又带着一丝丝的哀愁 最后 这句话也反映了 人类共通的经验 谁没有经历过 那重辗转反侧的夜晚呢 当我们试图抓住 飘忽不定的睡意时 它却像是一条滑溜的鱼 总是从我们的指缝中溜走 而那遥远的钟声 就像是时间的嘲笑 提醒我们 即使在这个静止的时刻 时间依然在无情地流逝 所以 下次当你在夜半 听到远处的钟声时 不妨想想 那位在客船上寻找睡眠的旅人 也许你会发现 无论是在古代的帆船上 还是在现代的豪华邮轮中 人类对于一夜好眠的渴望 从未改变 而这份共鸣 正是诗词带给我们的无穷魅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月光下 我与影子赛跑 谁先触及梦境的边缘 好吧 亲爱的听众 让我们来探索 这个充满失忆的问题 月光下 我与影子赛跑 谁先触及梦境的边缘 首先 我们的承认 这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 也是一个物理学问题 甚至还有点心理学在里面 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 影子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它是光线被物体阻挡后形成的暗区 所以 当你在月光下奔跑时 你的影子会随住你的移动而移动 但是 影子的速度是多少呢 嗯 这取决于月亮的位置和你的速度 不过 让我们不要太认真的对待这个问题 因为在这里 影子并不真的在赛跑 它只是你的忠实跟随者 现在 让我们从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这个问题 其实是在探讨自我与内在潜意识的关系 在这里 影子可以被看作是我们内在的一部分 它代表了我们的恐惧 欲望和梦想 当我们在月光下奔跑时 我们实际上 是在与自己的内在世界竞赛 试图在进入梦境之前理解自己 那么 谁会先处及梦境的边缘呢 如果你问一位诗人 他可能会说 梦境是一个永远出及不到的地方 它是一个永远在变化的目标 随住你的成长和经历而变化 如果你问一位心理学家 他可能会告诉你 当你的意识放松 并准备进入梦乡时 你的影子 或者说你的潜意识 可能已经在那里等你了 最后 如果你问我 一位只骨剑筋的教授 我会说 在这场赛跑中 没有赢家 也没有输家 月光下的奔跑 是一场自我探索的旅程 而梦境的边缘 是一个我们创造的概念 用来探索我们无限的想象力 所以 放松吧 享受这场奇妙的赛跑 让你的影子成为你的舞伴 一起在梦的边缘起舞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爱情 如同遥远星辰 我能许愿 却无法触及 各位亲爱的学子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那个自古以来 就让人类为之疯狂 使人为之吟失作对 科学家也偶尔头疼的话题 爱情 有人说 爱情就像是遥远的星辰 我们可以仰望它 许愿于它 但却永远无法真正出击 这话听起来 既浪漫又有些让人沮丧 不是吗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星辰 星星 那些在夜空中闪烁的小点 自古以来就是 人类好奇和梦想的对象 它们遥不可及 但却引导住古代的航海者 启发住科学家的想象 甚至成为了 恋人们许愿的对象 星星之所以特别 是因为 它们存在于一个 我们无法直接触碰的领域 但它们的光芒 却能穿越时空 触及我们的心灵 现在 让我们把这个比喻 应用到爱情上 爱情 这个古老而复杂的情感 它就像是那些遥远的星辰 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 我们可以为它写诗 为它歌唱 为它流泪 我们甚至可以为它 做出疯狂的事情 但不论我们如何努力 爱情总是带有一种 不可捉摸的特质 就像是 我们无法真正触及星星一样 有趣的是 虽然我们无法触及星星 我们却可以通过 科学的力量 来了解它们 天文学家 利用望远镜观察星星 利用数学和物理定律 来解释它们的行为 同样地 虽然爱情 有时候让人摸不住头脑 我们却可以通过心理学 社会学 甚至是生物学来 探索爱情的奥秘 但是 就算科学 可以告诉我们星星 是有什么组成的 它们如何形成 它们的命运将会如何 这些知识 却无法减少 我们对星空的迷恋 同样地 即使我们可以分析 爱情的化学反应 研究恋爱的心理学 这些理论 也无法取代 爱情本身带给我们的 那份震撼和喜悦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当你们在夜空下许愿 希望触及那些遥远的星辰时 不要忘记 爱情也许要不可及 但它的光芒 已经照亮了你的内心 它提醒我们 即使有些东西 我们无法拥有 但追求它们的过程 本身就是一场美妙的冒险 而在这场冒险中 最重要的不是结局 而是那些让我们心跳加速 灵魂颤抖的瞬间 这就是爱情 这就是生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让我们来谈谈这句诗爱情 如同遥远星辰 我能许愿 却无法触及的意义 首先 这句诗用遥远星辰来比喻爱情 将爱情的神秘 和不可捉摸之感 表达得淋漓尽致 星辰遥远 我们无法触摸 但是我们可以仰望它们 对它们许愿 这是人类对于未知的渴望和追求 同样的 爱情也是一种无法触摸的存在 我们可以感受到爱情的存在 我们可以追求爱情 但是我们无法真正掌握它 就像我们无法触摸星辰一样 爱情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它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 但同时也带来一种 无法预测的不确定性 这句诗还提醒我们 即使我们无法触及爱情 我们仍然可以对它许愿 许愿是一种希望和渴望的表达 它让我们相信爱情的可能性 即使我们希望和力量 去追求爱情 最后 这句诗还暗示了爱情的美丽与矛盾 爱情像是遥不可及的星辰 但它的存在 却能够照亮我们的生命 爱情让我们感受到幸福和喜悦 同时也带来痛苦和挑战 正是这种矛盾和张力 使得爱情如此迷人 且值得追求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当你们在夜空下仰望星辰时 不妨想一想爱情 爱情可能是遥不可及的 但它的存在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美丽和意义 让我们用许愿的心态去追求爱情 让爱情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颗璀璨星辰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